灵性高的人与众不同了一个关键特征 就是他们拥有一个清醒且坚定的内在意识 这种清醒不仅仅是外在的对事物有清晰的认知 而是能够深刻理解自己的心灵 明白自己真正的追求是什么 无论外界的变迁如何迅速 灵性高的人都能够在其中保持自我 不会被流行或他人的看法所左右 在当今社会 人们常常被追求物质成功所驱使 对于名声财富或是社会地位有强烈的渴望 然而灵性高的人能够认识到 这些外在的事物仅仅是表面的虚荣 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内心满足 他们明白内心的宁静和对自我价值的认识 才是人生真正的目标 因此在面对这些诱惑时 他们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 不会轻易妥协或放弃原则 这种清醒体现在他们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决策 他们明白 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 灵性高的人在面对挑战或诱惑时 总是会先反思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盲目行动 他们常常会利用冥想 静心等方式来沉淀自己 确保自己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基于内心的真实想法 而不是随波逐流 例如 当他们面对职业选择时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一条更有利可图的道路 但灵性高的人却会更关注这条路 是否能够让他们保持内心的平静 他们不会因为金钱或社会地位 而选择一份让自己感到压抑或迷失的工作 他们知道 短期的满足并不能替代长期的灵性成长 因此 他们会选择那些能够让自己内心更平静 更加有意义的道路 同样的 灵性高的人在面对人际关系时 也展现出一种非凡的清醒 他们不会轻易被情感操控 也不会因为害怕孤独 而选择不适合自己的人际关系 他们懂得自己内在的需求 知道哪些人是值得信赖和接近的 哪些人则应该保持距离 这种清晰的界限感 让他们在关系中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避免因情感上的妥协而失去自我 此外 灵性高的人也懂得如何平衡内心的清醒与外界的现实 他们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 而是能够在现实的框架内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他们懂得如何应对压力与困难 但同时不会让这些外在的挑战影响到自己的内在平衡 他们能够在面对压力时迅速调整心态 保持冷静 并在思考过后做出最符合自己内心价值的决策 当一个人能够时刻保持内心的清醒 他们不仅能够抵御外界的干扰 还能够更好地实现内心的灵性成长 这种清醒来自于对自己深刻的理解 以及对世界运作方式的透彻认知 灵性高的人懂得 每一次的妥协都可能使自己偏离正轨 而保持清醒则能让他们始终走在灵性提升的道路上 灵性高的人懂得如何在生活中区分正能量与负能量 他们深知负能量会拖累自身的成长与幸福 因此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远离任何带来负面影响的事物 环境 甚至世人 这样的选择可能被视为自私祸不合群 但在灵性高的人眼中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 也是追求内心平静的重要途径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形形色色的情境和人 有些人能让我们感到愉快 积极 而有些人却让我们感到压抑 沮丧 灵性高的人具备一种敏锐的直觉 能迅速感知到哪些人或环境充满负面能量 这让他们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远离这些不利于灵性成长的因素 他们的选择并不基于对他人的评判或偏见 而是因为他们明白 持续暴露在负能量中 最终会消耗掉自己的正能量 让自己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 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 小杨是一名年轻的职业女性 他在工作中非常努力 并且始终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 然而 他的工作环境却充满了负面情绪 他的上司情绪不稳定 经常在办公室里对员工发提气 他的一些同事也时常抱怨不断 让整个办公室弥漫着一种 压抑和焦虑的气氛 这样的工作环境让小杨感到身心俱疲 尽管他试图保持积极的态度 但长期处在这样的氛围中 最终还是让他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灵性高的人不会让自己长期暴露 在这样的负能量环境中 因为他们明白这样的环境 会影响到自己的灵性健康 小杨最终意识到 无论他多么努力地试图保持积极 这样的环境已经开始吞噬他的内在瓶颈 于是 他做了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决定 辞掉这份工作 远离这个充满负能量的地方 这个决定并不轻松 毕竟小杨在这份工作上 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 且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 然而 他明白 继续留在这样的环境中 将会使他越来越远离自己的灵性目标 当他最终离开公司后 他感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和释放 仿佛重获了自由 不久之后 小杨找到了另一份 更符合他价值观的工作 那里的工作环境充满了支持与合作 他的生活质量也随之提升 这个例子生动地展现了 灵性高的人如何勇敢地远离负能量 远离负能量并不意味着逃避挑战或困难 而是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灵性 不是外界的侵蚀 灵性高的人明白 自己无法改变世界上所有的负面情况 但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这些情况 他们会主动选择远离那些会让他们感到压抑或焦虑的人 事或环境 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现 而是对自己灵性负责的行为 灵性高的人也懂得如何辨别哪些人是真正值得信任与接近的 他们的交际圈通常不大 因为他们选择与那些散发正能量 能够互相支持和成长的人相处 他们并不追求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 而是更看重质量 他们相信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能够相互理解 支持并且不会带来消极影响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 灵性高的人也会遭遇到一些挑战 当他们选择远离那些曾经亲近但却充满负能量的人时 可能会被误解或批评 有些人会认为他们变得冷漠 不再关心他人 甚至有人会觉得他们变得自私 然而 灵性高的人明白 这些批评并不重要 对他们而言 保护自己的内心比取悦他人更加重要 这种坚定的选择 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灵性健康的重视 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 但却是必要的 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人选择妥协 继续与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相处 或是留在让自己感到压抑的环境中 只因为害怕改变或失去某些东西 然而 灵性高的人却知道 长期的妥协只会让他们的灵性越来越弱 最终失去内心的平静与快乐 因此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远离这些负面因素 并勇敢地追求一个更符合自己灵性价值的生活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世界中 许多人常常追求完美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 然而 灵性高的人早已超越了这种无止尽的追求 他们明白 世间万物本来就是不完美的 而真正的灵性成长来自于接受不完美 拥抱那些看似瑕疵的部分 他们不会花费时间去追求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 反而专注于如何在不完美中找到平静与和谐 一位名叫小张的艺术家 年轻时对于艺术的追求近乎可可 他经常因为无法达到自己心目中完美的作品标准而感到痛苦 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能力 他总是认为 只要再多一些时间 再多一点努力 他就能创作出完美的艺术品 这种对完美的执念 使得他无法真正享受创作的过程 反而不断陷入焦虑和自我怀疑中 然而 当小张接触到一位灵性导师后 他的视角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位导师告诉他 完美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任何试图追求完美的行为最终只会导致失望 真正的艺术不在于达到一个完美的终点 而在于如何在不完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美感 这番话让小张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创作经历 他意识到 每一次创作中的所谓缺陷 其实正是他作品中最真实 最人心化的部分 小张开始尝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并将这种态度融入到他的艺术创作中 这一次的转变不仅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解脱 还让他的作品多了一层深度和真实感 这位曾经对完美充满执念的艺术家 最终成为了一位拥抱不完美的创作者 他的作品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人们称赞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性与温暖 正是那些所谓的瑕疵 让他的艺术更具吸引力 对于灵性高的人来说 不追求完美的这种态度 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上 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对待工作 家庭还是人际关系 他们都明白 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 他们不会因为事情不如预期般顺利而感到挫败 也不会因为他人的不足而感到失望 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 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包容这些缺陷 令在不完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和谐 让我们再回到小张的故事 随着他对完美的执念逐渐放下 他开始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乐趣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 因为一些小事而感到烦恼或焦虑 过去的他 总是在工作中追求极致 无论多小的细节都要一再推敲 直到他满意为止 但如今的他 学会了如何放手 如何在完成一个作品后 接受他的缺陷 并认识到这些缺陷 才是真正让他独一无二的原因 这种心态的转变 不仅让小张的艺术更具深度 还让他的生活更加轻松和愉快 他与家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融洽 过去他常常因为工作中的压力而忽视了家人的感受 甚至有时会将工作中的焦虑情绪带回家中 然而当他学会接受不完美后 他开始理解到 家人并不需要他做得多么完美 他们只希望他能够放松心情 与他们分享更多的时间和爱 这样的理解 让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厚 也让他在工作之外找到了心灵的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 小张渐渐领悟道 不完美其实是一种美 他让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更加真实 也让人与自己达成了更深层次的和解 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一切 无论是工作中的挑战 还是生活中的琐事 他都能够从容面对 因为他知道 不完美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学会接受它 才能真正享受每一刻的美好 灵性高的人明白 追求完美只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疲惫和焦虑 他们选择拥抱不完美 接受生活中的每个瑕疵 并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快乐 他们不再因为外界的评价 或内心的焦虑而感到压力 反而能够在不完美中找到一种真正的自由 灵性高的人在面对现实世界的各种声音时 始终保持着一份宝贵的品质 那就是独立思考 这种独立思考并不是出于反叛或反对 而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追求真理的意识 他们不会轻易被周围的声音所迷惑 无论是主流的观点 还是来自亲朋好友的建议 灵性高的人都会以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和判断 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李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他的公司经营的非常不错 年收入达到数百万 然而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的背后 李先生却常常感到内心的压抑 这种压抑并非来自于工作本身 而是来自于一个常年困扰他的问题 这真的是他想要的人生吗 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 李先生非常投入 也对公司发展充满热情 他按照社会主流的建议 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和地位 不断扩展自己的业务 然而随着公司逐渐壮大 他的生活却开始变得一片混乱 公司运营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他的家庭生活 个人兴趣和内在的灵性追求被无限级压 李先生内心的矛盾逐渐浮现 他开始质疑自己 是否应该继续按照社会定义的成功暴露走下去 这一疑问来自于他内心的真实感受 而非外界的压力 一次偶然的契机 他在与一位朋友的对话中 了解到灵性成长的概念 这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独立思考的渴望 他意识到 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在追随他人定义的成功 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灵性需求来设计人生 灵性高的人像李先生一样 会勇于质疑既定的框架和模式 社会经常为我们设定了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标准 比如成功意味着赚取更多的财富 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或者遵循某些传统观念来生活 这些标准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价值的 但灵性高的人会停下来反思 这些标准是否适合自己的生活 他们会通过独立思考来检验这些观点 最终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李先生决定暂时停下来 给自己一段时间来深刻思考 他开始探索自己真正的内在需求 并重新评估自己对成功的定义 经过数月的反思 他做出了一个出乎众人意料的决定 他将公司的部分业务出售 减少了繁重的工作负担 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 和追求自己的兴趣 这个决定引来了不少质疑 很多人认为他放弃了打好机会 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自毁虔诚 然而 李先生对这些声音保持着冷静 他知道这是来自外界的观点 但并不代表他的真实需求 他内心明白 自己并没有妥协于世俗的压力 而是选择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灵性成长的道路 他不再受限于社会对成功的单一定义 而是根据自己的内心需求重新设计了生活方式 这就是灵性高的人最令人佩服的一点 他们能够拥有一种不被社会潮流左右的定理 他们并不是盲目反对社会价值观 而是以独立思考为基础 审慎地选择自己要接受的部分 无论是传统的价值观 还是当下的流行趋势 灵性高的人始终保持警觉 防止自己成为他人观点的附庸 他们相信 真正的自由并非随波逐流 而是在不断思考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答案 在李先生的例子中 这种独立思考最终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他发现 真正的成功并非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而是拥有更多的时间与内心的自由 这样的改变让他感受到无比的解脱 也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平衡与充实 他开始专注于那些能让自己内心感到满足的事物 而不再只是追求外在的认可 这种选择源于他的独立思考 也让他的人生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灵性高的人往往会在某些关键时刻 展现出极强的独立判断力 即便面对来自周围的巨大压力 他们也不会轻易妥协 他们明白 任何选择的结果 最终都会反映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 因此 他们更关注自己是否能够在这些选择中 找到内心的满足 而不是仅仅满足外界的期待 他们的思考方式超越了表面的成百 更深入地关注灵魂的成长与内在的和谐 在这个充满规范和标准的世界里 我们是否曾停下来问过自己 这些社会规范 真的是我们内心所认同的吗 灵性高的人之所以能够超然于众 是因为他们深知 不是每一条社会规范都必须遵从 他们会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 来看待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规范 并在心中拷问 这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 社会为我们设定了无数的规范 从成长的方式 教育的选择 到婚姻的时机 职业的规划 甚至对于成功的定义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几乎都会不可避免地被这些规范所影响 然而 灵性高的人不会让这些规范束缚自己 他们深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节奏 人生的意义不应该由外界来定义 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来说 大家是否记得著名女演员刘嘉玲的故事 作为一位成功的艺人 刘嘉玲的职业生涯一直受到了极大的瞩目 然而 长期以来 她的婚姻状况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甚至一度成为外界评价她成功与否的标准 尽管刘嘉玲在事业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外界却似乎更加关心她什么时候结婚 是否生孩子 对她来说 这些问题不是她生活的重心 但社会却无形中强加了一种成功女性应该有家庭 有孩子的规范 面对这样的压力 刘嘉玲选择了不妥协 她没有急于迎合外界的期待 也没有因为舆论的声音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 相反她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在适合的时候与她心爱的人结婚 并公开表示自己不打算要孩子 这样的决定或许让一些人感到惊讶 但对于她来说 这是她灵性上高度自觉的一部分 刘嘉玲不仅对自己负责 更对自己的内心忠诚 拒绝被外界的规范所绑架 灵性高的人不会盲目遵循社会设立的标准 而是会反思 这些标准真的符合我的人生目标吗 他们知道 遵从规范并不一定代表成功 而打破规范 按照自己内心的声音生活 才是真正的自由 这样的选择无疑需要勇气 因为它意味着要承担来自社会的非议和误解 但对于灵性高的人来说 这些外界的压力并不能左右他们的决定 他们坚持自己的道路 因为他们深知 只有遵循内心的声音 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问自己 我们所追求的生活 真的符合我们内心的需求吗 还是我们只是在迎合外界对成功的定义 很多人为了满足家人的期待 朋友的目光 甚至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不得不做出妥协 然而这样的妥协是否真的值得 它是否能够带来真正的快乐 还是只会让我们逐渐偏离内心的方向 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名叫小林的年轻人 她从小成绩优异 被大家认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学生 毕业后 家人和朋友都期望她能进入大公司工作 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小林顺从了这些期待 进入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 然而工作了几年后 她开始感到迷茫 这真的是她想要的生活吗 每天忙碌于无休止的会议和文件 虽然收入丰厚 但内心的空虚感却越来越强烈 某一天 小林突然意识到 自己一直在为他人的期待而活 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她回想起自己年少时的热情音乐 小林自小就对音乐充满热情 年轻时曾经想成为一名音乐家 但在社会的规范下 她放弃了这个梦想 选择了一条更稳妥的路 然而内心对音乐的渴望始终没有熄灭 直到有一天 她决定放下一切 追求自己的梦想 小林的决定让许多人感到震惊 甚至有人认为她是在逃避现实 但她自己却无比坚定 她知道这不是逃避 而是回归内心真正的需求 她开始全心投入音乐 尽管这条路充满挑战 但她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小林的故事告诉我们 灵性高的人不会被社会规范所束缚 而是会勇敢地追寻自己的内心 无论这条路看起来多么与众不同 我们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挣扎 是否曾经因为害怕外界的眼光 而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灵性高的人教会我们 真正的成功并不在于外界的评价 而在于我们是否忠于自己 那些勇于打破规范的人 或许一开始会面对更多的阻力 但他们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快乐 灵性高的人 难道真的不害怕挑战吗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 任何人面对挑战时 都会感到焦虑和恐惧 然而 灵性高的人并非没有恐惧 而是他们能够透过坚强的内心力量 让自己不被恐惧所吞噬 他们不会逃避挑战 反而能够从困难中找到成长的契机 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天生具有这样的能力 还是他们通过不断的内心强化来面对挑战 灵性高的人对于人生中的困难与挑战 总有一种冷静的应对方式 他们不会轻易被一时的挫折所击倒 也不会因为面前的障碍而失去信心 许多人在遇到困难时会问自己 为什么是我 但灵性高的人会反问 这样的挑战背后是否隐藏着我成长的机会 这样的态度 让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都能够从容应对 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 曾经有一位名叫艾伦的年轻企业家 年纪轻轻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并迅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而 没过多久 他的公司遇到了巨大的市场波动 业务开始迅速下滑 这样的情况无疑是每个创业者最不愿面对的难题 艾伦也不例外 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不仅需要应对业务上的问题 还需要处理来自投资者的压力 以及内心的焦虑与恐惧 我们是否能想象 这样的情况会把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压垮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可能会选择放弃 甚至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但艾伦并没有让自己陷入这样的情绪中 他的灵性成长让他拥有了一颗强大的内心 他知道这样的挑战是他无法逃避的 但却可以从中找到学习的机会 艾伦不仅没有被困难击倒 反而选择殖民问题 他逐步分析公司的状况 寻找应对的策略 并在每一次决策中不断强化自己的内心 他的公司最终虽然未能回到最初的巅峰 但他自己却从这场危机中 走出了更加强大的一面 他学会了如何在压力中保持冷静 如何在失败中寻找成功的契机 这样的经历 让他在后来的事业中更加坚定 无惧挑战 这是否意味着灵性高的人就不会感到害怕 当然不是 他们同样会感受到压力和恐惧 但他们懂得如何控制这些情绪 不让他们左右自己的行动 他们会问自己 这个挑战真的那么可怕吗 还是只是我内心放大了恐惧 通过这样的反思 他们能够从困境中找到更大的内在力量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也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挑战 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 这是无法避免的 然而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选择让这些困难压卡自己 还是选择从中汲取力量 灵性高的人用他们的时间告诉我们 挑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他们 如果我们能够将挑战视为成长的机会 那么每一次困难都会成为我们进一步提升自我的契机 我们不禁会问 这样的心态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吗 答案可能是 是的 灵性高的人并不是天生就拥有这种无畏挑战的能力 而是他们通过不断的经历与反思 逐渐培养了这种内心的强大 对他们而言 每一个挑战都像是一场灵魂的试炼 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能够一次次的突破自己 再来看看艾伦的经历 他在公司困境中的那段时期 正是他灵性成长最快的时期 他明白 无论公司最终成功与否 这段经历已经让他的人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他从中学会了如何不惧失败 如何在面对压力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这样的成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经历的 但对于灵性高的人来说 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因为他们知道 真正的成长往往来自于我们最害怕面对的挑战 最后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的生活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是否能够像灵性高的人一样 不逃避 不妥协 我们是否能够在压力中找到内心的力量 并用这种力量来面对未来的挑战 灵性高的人告诉我们 内心的强大并不是天赋 而是通过每一次的挑战逐渐累积的 他们无谓挑战 因为他们知道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 而不是外在的世界 灵性高的人在面对人生的每一刻 都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坚定和智慧 他们不会轻易妥协于外在的压力或社会规范 而是选择遵从内心的声音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每一次选择中 他们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 并从中找到更深层次的满足与成长 这样的人生态度 不仅让他们能够在困难面前从容不迫 更让他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 活出真正的自由 或许我们不一定都能在短时间内 达到同样的灵性高度 但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反思与内在的觉察 逐步走向更高的自我 灵性成长并不在于追求完美 而在于如何在每一次挑战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力力量 这条路也许艰辛也许漫长 但最终我们都会发现 真正的成长与幸福 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在这条灵性之旅上 你会选择妥协于现实 还是坚定追寻内心的呼唤 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估计划